手臂慢慢伸入水中 小心翼翼把核燃料棒往上提 日本311大海啸引发福岛核灾 八年后东京电力公司周一开始 取出第一核电厂三号机组的核燃料棒 工作人员在一个控制室 百分之辆里 使用一个专业的舵 把核燃料棒放入核燃料棒 进入一个保护的架 工作是在水中 以防止核燃料材料 三号机组内有超过560只核燃料棒 原定四年前要开始移除 因为机械故障问题拖延至今 整个工程必须相当谨慎 预计2020年才能移除 三号机组内全部的燃料棒 工作人员会移除 到核燃料棒的核燃料棒 那些核燃料棒的核燃料棒 这些核燃料棒的全是一部分 巨大的清理计划 TEPCO说能够达到40年 到达到40年 另外上周三福岛第一核电厂 所在地大雄丁的部分地区 首度解除撤离指示 避难指示の解除はゴールではなく あくまでも復興に向けたスタートであります 解除後も引き続き 超当局のご要望を 真心にお伺いしながら これらの区域の機関環境の整備など 大雲町の復興に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而在这一次取出燃料棒 动工的前一天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前往视察核电厂 在听取废炉作业说明时 没穿防护衣和面罩 展现安全废炉的决心 带来新闻黄静艇編譯 この番組は